我是大熊 今天我教大家如何更换iPhone 7 Plus尾叉 屏幕四周有千防水胶 先用电锤风在四周加热1-2分钟 使胶水软化便宜拆卸 第一步拆卸屏幕 先关机 然后用五角螺丝刀拧下底部的两颗五角螺丝 使用锡盘 以适当的力度拉起屏幕 注意不要用力过猛 拉开一条缝隙即可 然后用较厚的三角片划开屏幕 屏幕右侧内部有排线分布 三角片深入的长度不可超过0.5厘米 将屏幕打开一个10度左右的小角 用适当的力度将屏幕顶部往下拉出1-2毫米的缝隙 然后向右打开屏幕 注意下拉过程中要控制好力度 不可用力过猛 屏幕向右打开的角度不可超过120度 以免拉坏屏幕排线 用Y字螺丝刀拧下四颗固定螺丝取消液晶排线盖 用翘棒分别挑开电池排线扣 触摸排线扣和液晶排线扣 注意 拆下的螺丝与组件要按照相应的位置放好 各个螺丝长短不一 不能弄浪 否则可能导致屏幕或主板窗孔造成损坏 后面的操作也是一样 用十字螺丝刀拧下三颗固定螺丝取下前摄像头排线盖 用翘棒挑开前摄像头排线扣 取下屏幕中层 拧下四颗固定螺丝取下GPS情况盖 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取下接地线 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取下排线盖 挑开开机排线扣 蓝牙天线扣 摄像头排线扣 尾刹排线扣和天线扣 用十字螺丝刀和主板螺丝刀拧下七颗主板固定螺丝 用卡针取下SIM卡槽 用镊子剥开SIM卡住 然后小心地取下主板 拧下四颗固定螺丝 拨开天线扣 取下扬生器 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取下固定支架 用撬棒调开振动器排线扣 拧下三颗固定螺丝取下振动器 拧下七颗固定螺丝挑松左右两颗麦克风 在捏紧的帮助下 用手以适当的力度小心地撕下尾刹 在捏紧的帮助下 用脚黏在后盖上的比较紧 可以使用电吹风在后盖背面加热20秒左右 拧下三颗固定螺丝固定螺丝取下 市场上的苹果零件质量参差不齐 有原装也有高仿 高仿的零件质量差 用不了多久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那如何才能正确地辨别一个尾差 到底是原装还是高仿呢 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大雄自修室微信公众号 并回复尾差辨别四个字 获得正确的辨别方法 撕下保护膜安装新尾差 占地好尾差后 安装主板并扣上尾差排线扣 如果无法扣上 则需重新粘贴尾差 调整好尾差位置 如果感觉位置很难调整 也可以将尾差排线直接先扣在主板上 然后连同主板一起安装 再调整尾差位置 安装均动器和扬声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好7颗嘴板固定螺丝 扣好各个排线扣 安装接地线 GPS信号盖和开机台线盖 最后安装屏幕 先清理残余的防水胶 安装新防水胶 先对齐再放下 按压四周拾起牢固后再撕下保护膜 先安装摄像头排线 再安装屏幕排线和电池排线 桌子对准后再轻轻扣下 不可用力过猛 排线扣较长 可先对准并扣下其中一端 然后再扣下另一端 注意 屏幕排线比较脆弱 全程必须握稳屏幕 不可拉扯或挤压排线 以免造成屏幕故障 卡上屏幕前可开机检测 确认相关功能是否正常 合上屏幕 先卡好屏幕顶部 再按两边往下按压 注意 如果遇上较大的阻力 应打开检查是否有异物挡住 然后再调整卡位继续安装 最后装回底部的两颗 五角螺丝就大功告成了 更多专业详细的视频教程 实用技巧 以及质量靠谱的原装屏幕 电池 充电器 数据线等原装零配件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雄自修室 以及官方网站 dexfix.com 已经有三万修有自修成功了 快来加入我们吧 用电池